嗨,大家IG是不是都不能用 沒關係,只要在APP上面下載Google Keyboard 就是那個谷歌鍵盤 然後下載之後更改一下它的設定 全線那邊接著打開通知 打開通知之後 反過到介面編輯 編輯裡面的語言 語言裡面選台灣中文 然後打開IG上面就可以開始編輯了 就是這麼簡單